好进入到这一段的节目 我们看到乐腾腾刚出炉的景气对策灯号 灯笼红灯出现了 好我们前厂厂讲要买篮卖红 红灯出现第一颗 我们真的要小心吗 后面还没有别颗 毕竟现在台股已经修正了2000多点 出现第一颗红灯该怎么解读 就要来请教今天的三位来宾了 好第一位是我们的股市师公远连老师 远连老师今天会好好地来叮咛一下 到底创意的法说会说了什么 他上次法说会后也跌停 这次还是跌停 而且外资出报告降频等 里面有一句叫做消费性电子的回温 有疑虑 这个有疑虑可能不是创意自己的问题 所以等一下呢 市公会分享最近的法说会 我们要留意什么 还有现在资金避风到营建股到金融股 但是位阶有点高 我们需不需要担心呢 好第二位是我们的产业趋势专家 王建文王博 好建文哥今天要来告诉你哦 不是站在光里的彩照英雄 现在有很多的孤勇者是谁呢 虽然消费性电子好像有点疑虑 可是他认为手机的大战还是一触即发哦 不管是华为三星还是苹果 都有新机的机会 还有很多的计划 那台湾的苹果相关供应链 或三星相关供应链 有没有机会在这一批的谍潮里面 变成站在里面的孤勇者呢 等一下听王博帮我们做分享了 好第三位是知识力科技的执行长 曲建仲曲博 曲博今天来哦 他说大家有看奥运吗 这一次的奥运用到了很多的 AI判决 这些事情跟一个封装技术 也会有相关叫做SOIC 很多人搞不清楚 SOIC跟KWAS有什么不一样 跟晒出型封装有什么不一样 没问题 等一下曲博来教您 这些都可能是台积电下一个新武器哦 好首先有请施工 好施工 创意连续两次法说两次都跌 到底是 对不对 这种高价的股跌体很恐怖的 对 不但是他自己本身很恐怖 而且呢因为他是高价股 所以他有带头的效应 整个IP股都被他给 对而且呢他1000元以上的跌下来 那么八九百的也会跟着跌 对 连锁效应 是的 今天还有一个新的刚出炉的 景气对策灯号 红灯 是终于亮红灯啦 好那解读一下吧 OK 其实我不太愿意解读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前两个月的时候 到黄红灯的时候 我们说不用怕 不用怕 为什么 因为还没有看到红灯 所以不用怕 结果现在看到红灯了 等一下 红灯搞不好不止一颗 要开始怕了吗 对 没有错 确实是如此 因为呢 六月份的他的虽然是红灯 可是他是来到38分 38分是红灯的最低分 他这个红灯的范围 是从38到45分 所以你可以看 他还有7分的上涨空间 所以呢 我们是认为说在这边 其实六月份的38分 其实还好 可是比较麻烦的是 7月份 他有可能又会掉回到黄红灯了 所以在这里呢 如果他呈现一个震荡走势的话 这个股市呢 其实反而有机会呢 这个在这边主底呢 再往上走 所以呢就要看接下来的 8月份 9月份 10月份以后 他这个景气对射信号 能不能够继续维持红灯 如果能继续维持红灯的话 那这个大盘呢 还有反弹的空间 所以这一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好 所以再等下一刻看看 是 对 但这一刻我们是要提高警觉了 对 没有错 已经开始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了 那今天呢 这个台积电比较麻烦 怎么了 又怎么了 OK 台积电呢 因为我所谓的麻烦 对 所谓的麻烦是这样子 因为他今天呢 你看到没有 他涨 他这个连续 这个三天里面有两天是涨的 对不对 可是呢 成交量是越来越小 今天整体大盘的成交量非常低 对 没错 因为反弹收红的时候 因为大家现在越来越怕收红了 你知道吗 因为收红的第二天都是长黑啊 可是呢 我敢讲说 明天应该不会收长黑 是 应该不会收 所以大家还不用太过 你现在越来越喜欢讲明天 都帮你捏冷汗 可是我之前讲明天都 都有准都准 对都还好啊 明天其实收红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 除非今天晚上的美国股市大跌 否则的话 明天收红机会会大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走势呢 我们的礼拜 我们这个礼拜四又会不会来 还不会 OK 好 那下一次来的时候 我们再会去跟大家解释一下 好的 我立刻去改通告表 不用 不用这么麻烦 OK 好 那么这个台积电呢 那其实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呢 整个大盘 杀盘的重心 那包括什么 像台积电的这些设备股 设备股 COAX概念股 机壳 绿能 IP股 以及IC设计股 其实都是之前的强势股 对不对 今天呢 都打到跌停 像包括制胜 制胜这档股票呢 我们在之前 它涨了半年了 对不对 年初之后 我们跟大家报告这档股票 然后它涨了半年 那现在终于跌下来了 等一下我们跟大家解读 它为什么会跌 然后呢 COAX的一拳 还有机壳的成平电 那云豹能源 绿能 云豹能源 IP设计的创意 以及IC设计的这个 IP的创意 以及IC设计的神盾 今天都打到跌停 那它当然各有原因 什么原因 像是制胜的话 应该算是获利了解吧 一大堆获利了解它 对 然后疫情本益比过高 那云豹能源 应该是这样子 因为美国核电厂 要重新开动 然后川普 它一向是反绿能的 不过它怎么上去 大家也是要有点警惕 对不对 对 不断的所长停 就可能会有这样的走势 对 没有错 没有错 那创意呢 就是法说不如预期 所以它拖累整个IP股 等一下我们再说 那么 那这个神盾是因为它有 它个别的因素 就是它跟这个 之前跟这个QRES 它这个股权交换 它这个暂缓实施 这个消息传出来 整个神盾的集团的概念股 全部都通通下来了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刚刚讲到的加权指数 加权指数今天是收个小红 那可是它是开高走低 不过它成交量是立刻缩掉了 所以它其实可以算是一种的 量价配合的走势 好 量价配合 对 量价配合走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在第一段时间 有讲过了 它现在RSI呢 出现了多头背离 就是指数创新低 可是呢 RSI没有创新低 第三个 就是真正的关键的重点 在这里 上个礼拜五外资卖超多少 844亿 是 创历史的第三大量 那么我们在之前有讲过 如果用这个前 外资大量卖超的前15名来算的话 那么在过去的统计的经验是 15次里面呢 有13次 第三天 它是收藏红的 是 那只有两次 不是收藏红 可是有一次呢 是当天 第三天算是收藏黑 可是呢 从第四天开始展开一个大波段的上涨 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说 明天就是第三天了 对不对 所以明天收红的机会非常的大 是 但是我们也不要照镜对不对 对 因为明天收藏红 因为按照过去的经验是 你看 在这里 24416那一天大涨 对不对 第二天大跌 那在这里呢 一根 它还是收黑的 可是它收红黑 第二天还是长黑 那上礼拜二呢 长红 那礼拜五又是长黑 所以呢 明天如果收藏红的话 我觉得不太会收非常长的长红 是 那可是呢 因为大家会怕嘛 大家会怕卖压可能会比较重一点 这一点大家可能要注意 那在最近呢 我们可以看到 多空的关键当然就是季线 在这边努力 努力 不要掉下去 对 因为它已经连续两天是收在季线之下了 如果明天还是收黑 还是收在季线之下的话 哇 那这就比较麻烦了 这个多头呢 可能还要再忍受一段时间 那这个大盘有可能还会继续探底 那另外呢 短线 如果它明天是收红的话 那短线的压力在这里 这边一个跳空缺口 所以22818到22865 这个缺口 那这个礼拜呢 真正会影响股市的是 第一个美国的超级财报州 对 第二个呢 是超级央行州 所以震荡可能会比较激烈一点 那么至于说台股止跌的观察指标呢 我们要看一下 几个三个重点 第一个呢 翻空为多 外资一定要翻空为多 连续三天买超 然后累计买超的金额要大概400亿以上 那台子期呢 净空单下降到1万口左右 其实大概2万口以下 1万5千口大概就可以了 1万口当然是最保险的 那另外呢 融资预额呢 必须要减少到340亿 所谓减少340亿 是从最高3405亿开始起算 所以大概到了这个31065亿左右的话 大概就可以有机会止跌了 好 那么我们现在要讲到创意了 好 我这个跌的真的 他这边整理了一会儿 一跌真的不可 对 就是停不下来 对 你看这个像不像一个帽子 哇 这跌的好重 对不对 而且他把这边的这个起涨点都跌破 都已经跌破掉了 没有错 本来创意是IP的领头反攻的 对 没有错 领头反攻的 而且一直呢 到这里为止呢 一直都还看好他 因为他一直站上了所有的移动均线 结果呢 他一根长黑 两根长黑 哇 完蛋了 他把这个移动均线呢 通通往下拉了 那么其实呢 你说他有真的有很差吗 还好耶 基本面还好 现在不是很差的问题 对 是你没有说得很好 对 只要有一点不好 没错 没错 OK 因为他的法说文就讲了嘛 预期第三季营生将剂减个位数 好 这严重 因为很多人觉得第三季你该要更旺才对 对 没有错 下半年要更旺 因为是电子业的 第三季是传统电子业的旺季 所以呢 你记减 然后虽然只有个位数 大家就把它放大成两位数来 但是确实不太寻常 对 非常不寻常 所以大家可能要稍微谨慎一点 尤其是呢 它现在已经跌破了这边的起涨点 这波的起涨点了 所以现在呢 要下探原来的最低点 现在 如果能够守得住的话 它还有反弹的空间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在这边跌停板 这边大跌 都没什么量 所以它套牢量 在这一段的套牢量 还算OK 那它今天的跌停 它今天的重售呢 把这个6643这个M31 也拖累下来了 几乎所有的IP都拖下去 对 几乎都下来了 像是这个世新KY也是一样 今天也出现大跌的走势 那么在技术面上来讲的话 也是一样 它其实M31的这个走势 比跟创意呢 其实有不同的弱势 M31这波就是先比创意晚回温 对 晚回温 但现在照跌 对 没有错 它照跌 所以比较麻烦一点 其实两个都还蛮麻烦的 所以这代表高价或高价IP 可能会进行一段时间的整理 对 它可能要整理一段时间 那当然我们不见 它不见得会 还会继续的这么样子的崩跌 可是呢 它可能要用时间换取空间了 就是横向盘整一段时间 那才有机会反弹过来 那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于说 因为IP股几乎都是千金股 对 几乎都是千金股 你现在呢 这些千金股往下跌的话 它会造成比价压力 现在连资源都跌 对 没有错 资源在今年上半年已经跌过了 对不对 结果到了下半年 大家想说它应该会恢复过来了 结果身不逢时 只能这么说了 好 那么因为呢 这次的法说会呢 让很多的股票呢 都煞云了 我们要好好的看看 这些公司 这个礼拜的这些的 这个要举办法说会的 我们要看一下了 那像是呢 到底是强还是弱 我先用这个 像是像是V的 打勾的就是还OK 那么打差的 就是技术面上是比较差的 只有一个V内 对 比较麻烦 那像是这个打三角的 就是中立了 比较中立 或是它已经跌得很深了 像是文帽 像是资源 已经跌得很深了 OK 我们就暂时 先打个打个三角 暂时观望一下 星星也是一样 那比较麻烦的是呢 像是瑞玉 瑞玉呢 你可以看 三月份 这个七月份以来呢 其实投信卖超的是 比外资买超的来得多 那以台大电来讲的话 它不一样的地方 你看外资跟投信呢 都站在买方 同步站在买方 而且呢 它是GP200电源 主要的供应商 所以这只股票呢 还可以继续的观察一下 好 再过来就是 今天呢 最抗跌的两个产业股 一个就是银件 一个是这个金融 那银件为什么 为什么可以抗跌呢 因为它抗通膨嘛 是 现在大家最怕 川普一当选之后会通膨 而且呢 你可以看 银件类股指数呢 已经上了创新高了 那最近呢 建商又在大抢地 那所以我们可以 稍微看一下 那这一些的银件股呢 他们的今天的表现呢 是比较相对强势的 另外呢 金融股来讲的话 因为最近呢 外资又开始回头买金融股了 所以呢 上哪个套牢压力 大部分都还好 所以呢 这些的 这些的金控股呢 我觉得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 而且大部分的金控股呢 业绩都比去年要来得好 这是一定的嘛 一般来讲 银件股就房地产的股票 银件业啦 他们的涨大概都是比这个股市 慢大概一年到两年 涨 就股市先涨 涨了一年到两年之后呢 然后银件再开始大涨 是 开始飙涨 那所以呢 现在也已经 我讲句话差不多了 飙到房市了 对 房市再飙一飙可能就 稍微要注意一下 要注意要注意 好 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国产 它是这个浴漫水泥的 我们不讲银件股 我们讲这个银件材料股 一定要用到它嘛 对 一定要用到它 7月份以来呢 外资减掉投信呢 还是买到2.8万张 什么叫外资减投信呢 就是外资是站在卖 投信是站在卖方的 外资是站在买方的 所以还是 外资还是看好 还是看好 那另外呢 其实呢 它的这个债手订单呢 能见度长达1.2年 所以这档股票呢 我觉得技术面上 也还是处于一个多头 所以还可以注意一下 另外呢 就是金融股的永丰金了 永丰金呢 其实它的基本面一直不错 那我为什么不讲说 最近呢 外资买超比较多的 像是富邦金跟国泰金 因为呢 它们的涨幅是比较大了 而且 看起来从六月份开始 它们的这个营收啊 盈余的成长率 可能会开始减缓 因为呢 去年的这个防疫险之乱 是到五月份为止 所以一到五月 它们的营收 盈余的成长率非常高 可是呢 永丰金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它非常的稳定 所以不管有没有防疫险之乱 它就是稳健的成长 那上半年的获利呢 0.99美元 已经创下历史同期的新高 今天六月呢 它的这个累计营收的年增率 还是高达百分之24 再加上五月份以来呢 三大法人合计买超时间 19.6万张 上档并没有什么大量套到压力 所以呢 这档股票我觉得 还是可以持续的观察一下 是 好 所以虽然股市已经修正一段 对不对 也许我们先找像这类型金融股 可以避风 但是保有现金 停看厅一下 应该也是一个对的策略吧 对 是比较良好的策略 因为呢 等到大盘呢 真正直稳的时候 甚至于呢 它已经止跌回升的时候 你在进场都来得及 是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再期待一下 只是红灯了 我们真的要稍微谨慎一点 是的 好 这边非常谢谢施工 永年老师 谢谢